美联航周二表示 近600名美国员工因为未能遵守该公司的疫苗接种政策而面临解雇 截至周四 其中一半的员工去接种了新冠疫苗 8月初 美联航成为美国第一家 要求所有国内员工接种新冠疫苗的公司 员工被要求在周一之前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该公司周二表示 计划即日起开始解雇决定不接种疫苗的593名员工 截至周四 只有320名员工没有接种疫苗 美联航拥有美国所有航空公司中最为严格的疫苗政策 8月 该公司告诉其6.7万名美国员工 他们必须在秋季前接种新冠疫苗才能保住工作 大约2000名美联航员工因为医疗或者宗教的原因寻求豁免 在员工总人数中占比不到3% 此间公司表示 如果员工在正式解雇会议之前接种疫苗 就可以保住工作 除寻求豁免的员工之外 99%以上的美国员工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 发言人称 该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 招聘大约2.5万名员工 而接种疫苗将是所有新员工的录用条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